市長那想要再請教一下 因為外界就覺得說 你現在急著在處理這個大巨蛋這一塊 除了是要是不是 也一方面是要幫這個防山附上 因為他接下來可能會參選 那參選的話可能是在幫他排除障礙 那另外也想要請問黃副 因為黃副昨天有鬆扣 就是可能就是疫情如果趨緩之後 就可能去參選 那想問一下 黃副有沒有給自己設定一個時間表 這個是喔 這個是這樣啦 當市長八年 當然感觸很多啦 我覺得我每次在開會的時候 都語重心長的跟我們的公務員講說 我們絕不再留子孫 什麼意思你知道 我發現我們花很多力氣 在處理以前這種 不管叫他歷史工業或什麼 太多了啦 幾乎我從處理西區門戶計畫 蔡宗孝小引道開始 這個計畫是二十年前就定了 蔡環南市場是十八年前就定了 成功市場大概也是二十年了 低果菜市場這個也是二十年了 然後這些大灣北段你知道 到現在還卡在內政部 還沒解決 當然你說 一千六百七十八戶違反土地分區使用管制的這種 住宅總會出現 好問題 如果一戶的話一定是他不對 那如果一千六百七十八戶 你說社子島 社子島 近建五十年了 所以 我是很努力的你知道 你不要看今天北流北益 都已經蓋好了 過程實在是會哭出來 北益蓋到一半倒閉 北流那個 變預算到開工隔了十年了 預算根本不能用 所以 當然還有很多啦 北蘭大巨蛋 我們就是 一個一個的把它解決掉 所以常常是這樣 面對問題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其實我們這個國家就留下太多 該解決沒有解決的問題 大家都假裝沒看到 就卡在那裡 後來整個國家運轉就很怪 我發現 其實做這些事情都不討好 但是你不解決 他永遠就是阻礙國家的進步 所以 我是很認真你知道 把這些成年老丈 一條一條的清掉 什麼北蘭、趙亨加油站 一大堆 一條一條 幾十年沒有解決 一條一條把它清掉 那 這個是我個人的態度 就是我們不再留子孫 很努力的把這些歷史公約都把它解決掉 希望留下一個更好的台灣給下一代 這是我的作法 至於說選舉就不能替黃山山副市長回答 你要自己回答 就像剛剛市長說的 其實 我們真的是在解決很多歷史公約的事 除了今天的大巨蛋 剛剛市長講的 我們還處理 有幾個 我剛剛說 糾纏多年很難處理的大案 包括 趙亨加油站 大家記得當年 在故宮旁邊 被 好市長撤照的那個案 我們現在也跟他 和解 然後必須要賠三千多萬 然後還要協助他 恢復加油站設置 小巨蛋訴訟 我們拿回一五千萬的保證金 國光客運案也達成和解 現在正在進行的是北投攬車案的仲裁案 也就是這些前潮流下來的事情 必須要在我們的 市長任內 我們會盡量做到 讓他能夠解決 所以 我每天的工作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 做好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最好的準備 如果真的要得到人民的支持 把工作做好 是唯一的方法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就是把每天的工作都做好 就是最好的準備